《市集團員》 特別討厭, 皆さん請問 可否 說大聲一點點 這個您問外國 女公司 這是特別討厭, 香港 郭辰議員 你問外國 那些人是不正常地討厭 香港 郭辰議員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旅行團 已經有一段相當的時間 停止了錢付萬谷 因此今天來講 我們得到的資料是 並沒有旅遊團在漫谷 當然有旅遊團在泰國其他地方 因為泰國其他地方並沒有黑色旅遊警示 至於個人遊方面 我們知道是有少數人在那裏 我們數字的來源就是因為 我們入境處是推出了一個登記機制 是一個自願性質的 如果香港的居民想去外遊 他可以自願地向入境前護處登記 因此我們有一個數字 有少數人士登記了潛伏萬谷 我們亦都在黑色旅遊警示發出之後 就根據以登記居民聯繫的方法 通知了他們 告訴他們已經發出了黑色旅遊警示 以及提醒他們 應該注意、小心、人身安全 相關的事和求助的方法 簡單地回答你 我們相信在曼谷港人的數字 是少不多的 具體的數字 或者稍後我請同事告訴你 聽我好嗎 請問你內容 即是印尼內容的一班 警察有過的調查嗎 警方仍然是非常努力調查 大家都知道 自從前天下午 警方在機場 拘捕了一位涉嫌人士 昨天警方 亦都把相關的涉嫌人 帶去他的住所進行搜證 我可以跟大家說 警方 特區政府 非常用事這件案件 我們是會全速進行 在今天 我們在印尼的警方同事 都有去醫院 繼續做搜證的工作 我們當然期望 這個調查的工作 是可以到達一個階段 是作一個決定 是否有足夠的證據 是就著相關涉嫌的罪行 是提出這個檢控 如果我們一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警方同事 亦都會按既定的程序 和慣例 是通知傳媒的 有必要立即重啟 23條立法的工作 23條立法是特區的憲制責任 我每一次就著傳媒問這個問題 我都非常清晰地說明 同時 亦都說得很清楚 現界政府有很多事情 是需要急切去處理的 所以暫時來都說 我們未處理這個23條 但是你認為有任何緊急 在處理這個23條立法 我們都說得很明顯 我們都說得很明顯 就是這些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而政府必須要跟著 政府有任何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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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否利用要緊急 告訴我們 你根據慈喻復安 你們應該不理會 並不理會 meillä最近都擔迷來 因為他們會失去 我們社會禁止 說的是 我們都很 capaz 認為 toim令 各領事 這是香港 week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